上次我们讲了 举步望着里面的望头面 五官 五官已经讲了 望眼睛 耳朵 鼻子 口腔 粘膜 今天下面接着讲 望齿与淫 望牙齿与牙齦 望齿与淫 清代的医学家 温病里流行以后 特别重视望牙齿和牙齦 特别在温病里面 看看牙齿上面有没有精益 非常重视 比如说叶天师就讲温热之病 看舌之后医学见齿 温热病了 去了看舌子是必须要看的 同时呢 应当要看牙齿 因为齿为生之鱼 淫为为之多 热血不臭味精 鼻耗神音 温热之血 它可以省伤 唯利精益和神的精益 所以呢 取拿看舌子以外 同时还要看牙齿和牙齦 插牙齿 这是正常的牙齿 打了口红 这个牙齿 正常的牙齿和牙龄 牙齿 牙齿的舌舌 如果我们正常人的牙齿 是结白运操而坚固的 说明神器充足 精益没有神伤 有一种光蛇 牙褥在上面 光蛇 如果牙齿催心了干燥 草与石 甚至于枯石 枯枯 那是为何神的应应受到审伤 刚才叶天师讲过了 温热之病 除了念舌子以外 还需要念牙齿 因为 此为圣之鱼 淫为为之罗 温热之血 不伤到神音 就必然会伤到唯一的精益 因此 如果牙齿出现干燥 没有光蛇 那是为何神的应以枯燥 此枯黄 陀螺 牙齿 干燥 趁黄蛇 陀螺 是久病 骨结的一种表现 此胶而有骨 有钩 此胶 牙齿 虚然干燥 但是上面仍然有此钩存在 那说明 其应还没有完全 浩劫 干燥 是说明 唯一身的 热血 但是还仍然有钩的存在 说明其应没有伤 还没有完全浩劫 如果肝草没有尺钩了 那是七阴已经结了的表现 牙齿的动态 实际上并不是牙齿 是牙关节 牙关节如果是咬牙盖齿 咬牙盖齿 是热胜动风 水中盖齿 就是磨牙齿 盖齿就是磨牙齿 水澡了以后有的像吃蚕豆一样的 磨得响 有的认为是危惹 有的认为是有虫 也有的是一种习惯 水澡了就喜欢磨牙齿 讲梦话 那好像也没有明显的病 也有这种情况 到底是什么 恐怕担心凭一个水澡了磨牙齿 恐怕还很难 判断 望牙齿 望牙齿 望牙齿主要是看它有没有经历 枯燥还是不枯燥 说明为神的经历怎么样 牙齿的舌舌 我们正常人的牙齿 是荡横而运车 荡横而运车的 说明围棋 棋血充重 如果牙齿蛋白 那不管哪个部位的蛋白 嘴神 面舌 颜碱 乃至我们前面讲到的耳朵的皮肤 鼻子的皮肤 那么现在牙齿的颜色也蛋白了 都是血虚或者死虚 这个是相同的 凡是蛋白就是血少了 牙齿红肿疼痛 那是微火之身 这种病人比较多见 比较多见 牙齿痛 痛起来还很厉害 有人说牙痛不是病 痛死没人问 那么牙齿痛 虽然不是一个大病 但是痛起来是很厉害 又不能吃东西 痛得很厉害 那是一般来说 红肿疼痛 是胃火之身的表现 因为牙齦受胃 牙齦受胃 这个牙齿上面有黄色的牙垢 黄色的牙垢 牙齿一定变黄色了 红肿 肿得很厉害 红肿 没有生血 现在没有生血的表现 这种牙齿红 牙齦红肿疼痛 使微火之身 轻微散 是不是 用轻微散来进行治疗 牙齦的形态方面 如果牙齦出现了 去血的现象 牙齦出血 叫做齿瘤 这个比较常见 很多人牙齿都有这种情况 牙齿经常 有的是刷牙的时候 去血了以后 一刷牙 要么就把这个小血管碰破了 要么本身就是 夜晚睡觉以后 它已经有一些血液生出来 一刷牙就出现了 有出血的现象 叫做齿瘤 牙齦尾瘦 引入尾瘦 牙齿松动 牙根暴露 叫做牙栓 这是一个病名 牙栓 它的主要表现 是牙齦尾瘦了 一尾瘦以后 这个牙根就暴露出来了 牙齿就松动 陀螺 这是一种牙栓 这个病人 你看这个牙齦已经萎瘦很明显 牙的根暴露出来了 有很多牙齿已经脱掉了 脱掉了 这是一种 神絮 窥虚的表现 神絮的表现 这是牙栓 当然也有火都引起来的 火都引起来的 这个 红肿疼痛 不但是牙齿脱落 甚至整个牙的这个关节 下火骨都坏死 歌曲叫做走马牙肝 那是走马牙肝 牙引溃烂 流腐臭的血水 甚至 嘴神也腐烂 牙齿脱落 叫做牙肝 最严重叫走马牙肝 发展非常的快 很臭 流出来的血压很臭 就是牙肝 这都受于口腔科的疾病了 常见的疾病 这些疾病 我们大体知道一个基本情况 具体的由口腔科疾病来进行检查治疗 第六个 往眼 往耳朵 往鼻子 往口神 往尺 和尹 第六个 往咽喉 咽和喉 一个通道 食道 和消化系统相关 一个是通道 祈祷 气管 和呼吸系统相关 所以 烟通与尾是隐私之道 猴年祈祷收回 是呼吸之道 那么 除了这个和呼吸 和消化 和脾胃 和回 关系密切以外 它是一个 咽喉 要舍之地 要舍之地 除了这个以外的 还和神 有关系 神的精锣 寻喉咙 夹舌本 所以 整查 喉咙 这个地方 经常是和 回和围 乃至神 的病变有关系 看咽喉的时候 要看咽喉的颜色 特别是这个 国附 专门有喉科 耳鼻喉科学 有专门的喉科医生 咽喉 看的时候 首先要看 舌车 健康人的咽喉是 淡红云车 淡红车 不痛不肿 呼吸通畅 滑音正常 食物 吞咽 迅力 没有阻碍 像这样一些 都是正常的表现 正常的表现 应该是这样 没有感到什么 特殊的不适 那么 现在如果咽喉 出现生红 肿痛 颜色变红的 很厉害 肿了 甚至疼痛 咽喉不晚 这种很常见 小孩子 经常叫 喉咙痛 咽喉痛 我们成人 有的也容易感冒以后 一感冒 就咽喉疼痛 这个外邪 它这是一套 关卡 它在这个地方 走党 学习的 如果 生红 肿痛 是 食热症 食热症 这红的不太明显 但是 咽喉的后鼻 这地方 红肿 红肿 生红肿 痛是食热症 如果是嫩红 肿痛不明显 红 但是并不是那么 生红色 就像面色的话 满面通红 或两串潮红 这个红 红的比较嫩一点 不是那么充学 那么明显 肿也没有那么明显 肿痛 轻一点 可能时间比较久 仿佛滑着的 这种情况 多半是有 阴虚 阴虚的表现 这个咽喉 就不像刚才 那么红的厉害 也红 咽喉比较 这个地方也红 但是没有那么厉害 这是 阴虚的表现 阴虚的表现 看这个地方 看这个 我宫的后面 这两边 都是一种 弄红 肿痛不明显 肿不太明显 病人也不很痛 盲 淡红慢肿 肿的很大 颜色不太红 那可能是 弹食凝聚 弹食凝聚 在领 这是看他的舌舌 当然也揭发他 形态 总不总 问他痛不痛 除了这个以外 形态的改变 形态改变 前面是讲以颜色 观察颜色 形态改变 猴核 红肿 成肥大 像羽窝 或者是羽头一样 这个病叫做羽窝 猴核就是扁条体 这个两边 你看这个地方 猴核 红肿 都很明显 弄红 弄红 这个地方 猴核的地方 红肿 疼痛 一感冒 就出现红肿 疼痛 有的长期的 有这种情况 羽窝 这个有的 这个 以后变成死窝 长期的肿起来 肿起来 这叫做羽窝 像一个 羽头 或者是像那个 扑登的 那个 那个 蛾子 的形状 所以叫做羽窝 这个病呢 是以这种形状来明明的 咽喉 高肿 高痛 疼痛 吞咽困难 伴有传生的 症状 无寒滑蛾 之类的表现 传生有无寒滑蛾 或者是 胆蛾不寒 咽喉局部 红肿 疼痛的很厉害 可能是 猴核 猴核啊 这一块 你看这一边 种气好大 种气好大 中间这个地方 很可能 就会要花龙了 好多的血管 这上面呢 好多的血管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可能 慢慢就会花龙了 花龙 这花龙的时候 这不是小孩 应该花龙了 怎么治啊 跟他 所以跟他开刀都很怕 喉咙里面呢 所以心理医生 过去的心理医生呢 就是把这个 针呢 藏在这个毛笔里面 把这个针呢 藏在毛笔里面 捆一个针捆在里面 或者现在捆在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棉签上面 你不要说跟他开刀 说你看看你有没有龙啊 痛不痛啊 这小孩他就不怕了 一不怕的时候 他已经成龙了 成龙了 那么你这个针子 稍微画一下 他就可以把这个龙啊 画破以后 龙流出来 这是这种猴雍 猴雍 根据猴雍的部位 又有好多种 又有猴冠雍啊 这个上额雍啊 下额雍啊 这个猴雍长在这个 上额的地方 是上额雍 长在下面 叫下额雍 正在这个地方 叫红官雍 猴冠 又混好多种 就是反正 这个雍啊 生在喉咙里面的 生在喉咙上面 咽喉的地方 他或前面的那个 与我之内不相同 这个叫花龙 他有花龙的表现 凡是说雍 就有龙 有可能生成龙 形成龙 那么当开始的时候 不一定有龙了 划烧了几天以后 痛得很厉害 很肿 他到时候就成龙了 这是猴雍 这个时候要看他的成龙 没有成龙 不光是猴雍了 所有的雍都要判断他 成龙不成龙 成龙那的特点是 红枕高透 红昏紧抽 周围界限 已经分得开了 并且可能那个中间就白了 有龙点 龙头了 那是成龙 还取代慢种 没有边界的时候 种的很厉害 红的很厉害 边界也不明显 中间也不白 不远 还是很韧 那是没有成龙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不要跟他 跟他一些画破 跟他开刀 你画破 那可能就去很多的血液 因此要成龙了以后 才能该到 跟大家来刺破 亏难 咽喉部 出现亏难 亏难如果 昏散比较表浅的是 回味的褶比较轻 成片的是比较重 如果是亏难以后 颜色淡 不是那么很红 说明已经虚了 虚正 这是观察 这个是不是有龙啊 有没有溃难啊 这个雨磨也好啊 喉咽也好啊 有时候都可以形成了 外面有浓点 浓意的昏蔽 还有微磨 有种假磨 有种磨 在烟壕上 形成了一种白色的磨 一种假磨 这个假磨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是烟壕 亏难去 覆盖了一层黄色 或者 灰白色的磨 这就叫做微磨 这个微磨 有第一次受益 雨磨 有的受益 白猴 如果微磨比较松 厚 容易擦去 一擦 就把这个磨就擦掉了 一个棉签 就把它擦掉了 擦掉了以后 它也不去学 那说明病比较轻 是回味而胜 就是前面的雨磨 这个侯庸 那一类的病变 它的这个热不太重 如果是胃磨坚韧 不容易失去 重波再去学 很快又生长了 它也擦不掉 那些这种病 一般的也看不到 都如果真正是出现白猴 那马上都要送到 传染病医院 隔离起来 因此临床上 一般是很难看到 很难看到 原来没有隔离 不知道它很传染的时候 那也可以看到 现在有 基本上看不到了 很少看得到了 白猴 白猴上面 就一层白色的膜 以这个主要症状 作为明明的白猴 喉咙上面 有一个白色的一层膜 所以叫做白猴 主要症状 这个表现 来明明的 这就是望头面 我们望了这么些内容 有一些复习题 我们就回个讲了 望头面 望五官 第三大点 望躯干 望躯干 胸壶 腰背 中间 折大弹 望躯干 躯干 就要分胸壶 颈子 腰背 这些地方 第一个是望颈 项 颈和项 前面是颈 后面是项 前面是颈 后面是项 颈部 它支撑着头 里面有死管 有气管 大血管 是吧 颈肿 动膜 颈膜 脊 脊水 等等 很多重要的 这些走织器官 都经过这个地方 所以有的那个 吊颈的 要吊 吊在这个脖子上 是吧 有的要杀人 他也要 碾着脖子 因为这个地方 很多要害的部位 都是经过这个 部位不大 但是一些重要的通道 网络的通道 都在这个地方 亲戚 饮食 奇艺学 经济 都要经过这个地方 很多经络 都经过这个地方 颈部的外形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都知道 他起码应该说 颈部 他两边是对称的 旗管 要居在中间 两边对称 没有肿块 没有移物 血管 也不很明显 血管 应该是不很明显 这才是正常的 如果血管 很臭 看到了 那样的波动 上面长了肿瘤 那都是病变了 两边不对称 都是不正常的 颈部的病变 最容易出现的病变 一个就是颈的前面 有夹状腺 中医叫做阴 因为这个夹状腺 容易肿大 有好多种 有阴流 是吧 有阴气 有食阴 就是夹状腺癌症 等等 阴流是养力结喉 就这个侯阶这个地方 出现肿块了 中医认为 这种肿块 多半是甘于其职 谈灵 或者水头不乎 这个体现已经看过了 两边 两边呢 加装腺 有结结 里面有肿块 有肿块 这是阴流 阴流 水头失调 是讲这个 有的地方 在这水里面 这个地方 缺点 地方先缺点的 加装腺肿 中医认为 为什么会肿大呢 是糖和其 凝椎在一起的表现 第二个 总是 裸腻 裸腻 这个颈子的边上 两边 摸上去的时候 用手去摸 去按的时候 可以摸到有肿块 当然 小的时候 一般看不见 总的比较大的手 外面也看得见 看得见 小的时候要用手 吞按 才摸得到 像黄豆大 小的 大一点的 像蚕豆那么大 像蚕豆那么大 累累于串居 这一个就 这都有的是溃烂了 已经溃烂了以后 有的形成了漏管 这是累累 耐力 裸腻 有的地方都裸腻吧 裸子 那个裸腻 那么这种裸腻 什么问题呢 是虚火加痰 凡是这些地方有肿块 终于认为都是有痰 这个肿块 是有痰 这种表现 有应虚火旺 淋巴结合 这个结合我们说就是牢 十个牢 有九个收于应虚 有人说 十牢 九个收于应虚 所以凡是牢的人 往往有应虚火旺 所以它是虚火 但是它又有种款 虚火加痰 或者是 烘火 石豆加痰 感染了 这个努力穿孔 那就是烘火 石豆加痰 这种情况 努力严重的时候 古代把它叫做 马刀加音 像两把马刀一样的 夹在这个脖子上 夹在这个音部 马刀加音 两个马刀一样的 这个马刀本来是 跨在腰里面的 它现在 因为总体 两边脖子的两边 有摸上出 累累的鱼串鱼 马刀下音 这是一种 脖子 第三个是 锦楼 这个 脖子 滑融 穿孔 穿孔了以后 就形成一条 隧道 形成一条 管道 这个管道 楼管 像这个 曲楼 像那个 老曲的地洞一样 老曲的地洞 它里面还可以转弯 所以这个裸泥 严重的时候 它可以 像老鼠的地洞一样的 应该摊症 可以摊得到 有几个 里面 可以摊到哪个地方去 但是一般没有摊到里面 都是从外面 穿破的 这种情况 糖火 鱼子 又有 糖又有 火 七子 血鱼 这些情况都存在 你看 这个 这个裸泥穿孔以后 这个洞 这很严重 这么大一个洞 是吧 要用个碳针 里面碳就可以摊到 有多深 有多深 这是 很严重 流浓出来 这边上还有 铁了 这个 浮尿 是吧 有浓 流浓出来的 刚才这个裸泥啊 或者脱罗啊 这都是极其严重的了 是吧 现在这么严重的 恐怕也 比较少见了 早就应该进行治疗了 不会到这么严重 多半是这个裸泥穿孔啊 紧庸啊 穿孔以后 形成的 这种情况 还有 向庸或紧庸 身在前面的 庸 红肿腾痛 华龙 那是紧庸 这个身在前面的是紧庸 身在后面 这也是向庸 这就是一个紧庸 是吧 已经种得很大了 这个地方 成龙了吧 是不是 已经变白了 变白 有龙点 这就成龙了 成龙了 因为这是身在外面 就是紧庸啊 身在那个喉咙里面的 就是喉庸啊 身在背面的 就是向庸啊 这是根据他 身在部位的不一样 他都是这种 红窝组织 接体组织发炎 奇管如果偏在一边 奇管偏移 偏在一边的话 为什么会偏在一边 可能是胸部的病变 所引起来的 胸腔有急移了 胸部有停影了 由于一边的停影 把这个回压 什么压到哪一边 压到一边了以后 这个气管也跟着有点偏 这是回部的 或者是这个颈部 一边长流子 一边没有长流子 那么长流子的那边 就把这个气管压向 检测 压向没有长流子的那边 有种屋等等 有这种 它是由于一种挤压 牵纳的关系所形成的 这不很常见 是不是 不很常见 这种情况 动态 颈向部的动态 我们正常人 脖子是可以转动的 可以转动 前后左右旋转 可以做几个方位的运动 那么经常 最常见的就是 这个颈椎骨子伸身 颈椎骨子伸身 降背 我们叫做相背 相背以后 这个脖子不太容易转动 一转动就痛 这是这种 向墙 有种叫做向墙 向墙 就是脖子 这个地方不虚忽 有点僵韧 活动不灵活 甚至有一点痛 上海论里面 叫做相背墙 取取 相背墙 取取 是台阳经 气不离 为什么呢 这个后面的经罗 是周太阳 膀胱经所过的部位 是台阳经 气不离 如果兼有装热 昏迷 抽秀的 比如说 我们想那种春温 流行性脑肌 血膜炎 等等 像这样一些 温热类疾病 温热类疾病 出现了高热 昏迷 抽秀 相强 不但是相强 甚至隔功 缓章 交功 缓章 那是什么问题的 火鞋上弓 脑水 有病 流泪压 增高 火热 上弓 世界上有绳子昏迷 交功 缓章 警方不能运动 一台脖子 这小孩 什么一台脖子 他就痛得很 或者一台 他有混色性的呕头 你这一台脖子的时候 他压力真大 这一下就喷出来 呕头出来 这都是一种 流泪压 增高的一种表现 存在的 向强 严重的 交功 缓章 除了这种情况以外 除了这个老年人 固执真身 这种情况 除了我们感冒了以后 有点这个情况 或高烧的时候 出现向强以外 还有一种很常见的病 我们叫做裸疹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头脖子没有放好 并且外露出来 受了轰寒之邪 把这个颈子 就牵得已经 惊蓝的状态 就出现了 那种情况 随之不当 所以你下来的 叫做裸疹 叫做裸疹 如果平常 特别是老年人 他有时候 脖子活动不愉快 不训练 一活动就头晕 活动就头晕 脖子不能乱动 那可能是 孤子真身 是吧 精气不离 阳抗阴虚 也有的可能是 受于血压高 而试验也有的是 供血不咒 从现在看 很多是受于 供血不咒 这个颈椎压迫了以后 血液供应不咒 一活动 他就出现 头晕 这也是相强 所以相强的 这种症状 您看 不少见 不少见 我们要区分 他的情况 区分 进行编证 或者编病 第二个是相远 脖子远不邋遢的 抬不起头来 特别小孩子 小儿有一种无缘 脖子远 手远 脚远 口不能够讲话 所以相远 经常见语 是小孩子的 勾楼病 我们前面讲个 望形体的时候 讲个一个 头吞食生 神明将 惊奇神明将比 脖子一坐一坐在来 头就远下去了 远下去了 只有我们有人观察 方阅中脑 晚年那几年 就有一个向远的毛病 那就是个头吞 一坐在那 头就低着 我们正常人坐在头 头都是抬着的 他又坐下来 他自己没意识到 后来 有人说 他前两年就发现他 坐在那 头就吞下来了 方阅中 很有名的脑中业 这是什么问题 惊奇衰竭的毛病 惊奇衰竭的毛病 紧门搏动 紧门搏动 这个紧门 一般要摸到的时候 才能够知道 在挑动 就是人银鞋 我们如果有的人 愤怒的时候 肝火上炎的时候 肝痒上抗 经常说面红脖子臭 脖子也臭 看到那个颈动 在那里搏动 在那跳 所以它是一种 肝痒上抗的一种表现 这个地方 看得到在跳动 这是一种 紧门搏动 多半属于肝痒上抗 也有认为是血虚重症 平学得很厉害的时候 血一不皱的时候 他也可以看到这种搏动 这是一种看法 也有这样的认识 第三个是紧门楼障 紧的紧门看得到 紧门搏动 是讲的动摩在那里跳动 垂着心脏的跳动在跳动 紧门楼障 是讲的紧的紧门曲张 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会看到的 多半是这个血一 从头上回流 血一回流的时候 扑通唱 因此多半是心血于走 回其拥舌 心肾阳续 水气凝心 反正就是说 这个心脏的功能不好 心晦的功能不好以后 这个血一回流 受到阻碍 因此使那个 血一不能够及时流到心脏里面去 都预计在那里 出现了筋脉颅脏 筋脉颅脏 筋脉颅脏 筋脉颅脏是讲的筋脉 筋脉搏动是讲的动摩 这是往 紧向 第二个 往胸脏 往紧向 往胸部 往胸脏 正常的胸脏形态 正常的 看这是外国人 胸毛比较厚 外国人 胸脏 对称 胸脊滑大 强后筋的比例 左右筋和强后筋的比例 有一个1.5比1 胸部 还有斜部 与黄 是属于围 与头 属于肝筋 胸部是讲整个这一块 斜部是讲 一下子这两边 还有个胸阴 就是胸大肌的地方 叫做胸阴 这个人 胸阴 骑混填阴 都是讲胸部这个地方 主体讲 胸阴是讲 胸大肌那个地方 斜的是干净锁过的部位 斜的是干净锁过的部位 这个吹风的方 胸部 整个这一片是胸 那么斜一下这个地方 这一片是斜 这个左面的 雨黄下面一点 雨头的下面一点 这个左面这个地方 是心肩波动的部位 中医叫做虚拟 虚拟 诊查的时候 诊查胸阴部 主要是诊心肥格的病变 来判断中期的胜率 判断中期的胜率 那么阴部又有肝胆的病变 所以肝胆锁过 所以斜部又是可以判断肝胆的问题 雨黄 也有经常很多雨黄的疾病 能够判断雨黄 有没有疾病 通知这是望胸斜 这样一些表现 正常人的胸部 左右近或前后阴之比 是1.5比1 刚才那个人 就是左右两边要宽一些 前后要折一些 大约是1.5比1 成年人大约是这个样子 两边是对称的 成一种扁圆形 扁圆珠形 那么胸部如果这个比例不正常了 比例不正常了 就出现一种叫做扁平胸 扁平胸 这个病人 前后的比例和左右的比例之间 前后很扁 前后很扁 那说明里面回走子 它的回功能是不强的 回功能不强 人也非常销术 人也非常销术 它是前后近 小于左右近的一半 很扁的 应该是1.5比1 现在是到了2比1 还2比1都不到 小于这个数 左右这么宽 而前后是这么宽 还一半都不到 所以叫做扁平胸 扁平胸说明 回的 特别是回的 其音不重 回其 回抛 回的功能减退 其音 虚弱 由于胸部 这个里面主要是回 所以我们说是回 有些人说是回神 为什么 神为其之根 实际上应该说 主要是回 直接的是回 第二种情况是 统装兴 统装兴 这个前后比 或左右比 可能就差不多了 前面那个病人 他的胸部 可能就是只有前面 这么多 是吧 到这个地方 后面这些都很少 所以前后比 或左右比 是超过了2比1 这个病人 可能前后左右 差不多 整个就像个圆筒一样 因此叫做统装兴 统装兴 统装 那么前面是回神气虚了 回功能不好 回的无知不周 所以他充实不起来 变成扁平了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变成统装了 是回 预解在里面了 长期的咳嗽气虚 咳嗽气虚 把这个回都膨胀膨胀 膨胀实际上 它也没有功能 如果膨胀以后 回的功能很强 那当然是好事 它的回的功能 并不像 因为它咳嗽以后 长期的咳嗽 就像这个球 老这么推气 推气 推得很大 实际上 它就很薄了 没有这种功能存在了 因此它是 多半时间 也是回神继续 它不是它的功能健忘 还是功能不重 统装胸 第三种是鸡胸 鸡胸 鸡的胸 大家都知道 它这个胸骨 是往前投出来的 我们正常人 这个胸骨 并不投出来 是向里面 稍微 特别是这个 肩头那个地方 还稍微 捞进去一些 那么鸡胸 它就往前投出来了 投出来了 这个地方 你看 头的比较明显了 往前投出来了 像鸡的胸脯一样 叫做鸡胸 鸡胸 多半间有骷髅病 小孩子 头大 荒头 行门慈悲 如果这种病人 这种小孩 还咳嗽 一咳嗽 他这个小孩的骨头 没有长成 还没有 这个 还没有完全 结合在一起 一咳嗽咳嗽 就把这个胸骨 咳到就往前顶 顶了以后 就变成了鸡胸 前面就变成了鸡胸 向前投出来 有胸骨两侧 不对称的 左面的胸骨 或右面的胸骨 不对称 出现了不对称 有很多情况 一个是 这一边胸骨 塌下去了 比如这个动了手续 肥也切除 把这个肥切掉了 或者里面的肿瘤 把这个肿瘤拿掉了 这边肥组织都把它拿掉了 这边当然肯定要低一些 有的是另外一边 有了肿瘤没有拿掉 有了形成了气体 或者是遗体 悬瘾 那么有这个物质 脐啊 水啊 肿瘤的这些地方 另外一边就膨大起来 就膨大起来了 这是性格不推称的情况 还有 鸽鱼串居 鸽骨和鸽鞍骨的连接的地方 总大了 就像我们的关节一样 脱骨和脱软骨 它本来是这样的 打上的 是吧 脱软骨 这么打上 一个一个这样的打上 那么这个打上的地方 就形成了一个 摸上出来 有一个坨坨 外面有的瘦的 就快看得到 一个一个的投出来 鱼串居 那也是沟罗宾 也是骨生长 小儿生长 滑游的过程里面 这骨子生长得不正常 还有 那么腥部 绝对望腥骨的形状 有没有异常的表现以外 这一场间里还有鱼黄 我们要注意往鱼黄 鱼黄如果推现总块 这一场间就是鱼雍 总块 亏南 这个鱼雍 特别是呼吁 在哺语期 喂小孩的时候 如果这个鱼子 留得不通畅 很可能鱼子 鸡在里面 就会形成臃肿 花烧 红肿 疼痛 到时候就穿破 这个也快要穿破了 这个也要穿破了 这种鱼雍 这是常见的 这是外形上看上去 有这样一些 第二个要观察它的呼吸动态 呼吸的运动情况 呼吸运动情况 我们吃人人的呼吸 自己没有注意 如果观察的话 倒是在那里写 起伏 起伏 是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看得到 雨滴 以胸式呼吸为主 比如说雨滴 是这样的呼吸的时候 胸部和腹部 都在这里起伏 都在起伏 雨滴 以胸部 起伏明显一些 男的和小孩子 是腹部的起伏明显一些 所以男的和小孩 多半是忽视呼吸为主 呼吸形式 如果发生变化 主要有些什么变化呢 一个是 胸式增强 忽视减弱 胸部 呼吸的时候 胸部很明显地 在这里起伏 这个痘子上面 没有看到他在那里动 那吐在什么地方呢 病是吐在痘子上面 由于肤部有了 肿块有了 脊椎或者疼痛 或者还了毛毛 痘子症很大 把一方面是压上来了 把这个胸格抬高了 下面不能够帮助呼吸的 里面有了 你拿胸部外伤啊 受了伤以后啊 等等 胸部受伤以后 一呼吸运动就疼了 所以他不敢用胸式呼吸 而是呼吸呼吸 明显 两边的胸部两边不对称 也是和刚才讲到的 胸部如果胸格两侧不对称 那就要看 也可能是一边功能减弱 也可能是一边的功能增强 一边经常见到的 比如说有气有水有肿瘤 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 这边的功能就减弱了 另外一边没有病的那一边 就增强 呼吸 两边的呼吸运动不对称 时间的改变 呼吸运动的时候 形式 腹部 胸部 左边 右边 是不是对称 是不是正常 那么时间的改变 可以推现 吸气长 吸气不进去 吸气的时间比较长 并且吸气的时候 成了一个什么 伤闹针 这个锁骨的上面 锁骨的上面 腿盆这个地方 咬进去了 胸骨柄的上面 这个地方 胸骨这个地方 上面 一吸气 就像那个吸同一样的 这里呼吸 一吸气的时候 这两个地方都跟着进去了 还有一个鼻子 也跟着 鼻衣也跟着 咬进去了 出现三奥针 三奥针 那么这种情况 吸气吸不进去 吸气心里困难 经常见的 急喉骨 白喉 急喉骨 就是喉头 头发性的喉头血肿 锁喉骨 急喉骨 化得很快 水肿很厉害 那么这种情况下 要白喉或者白喉陡车了 要赶快要请气管切开 吸不进去 陡住了 气管这个地方陡住了 还有情况是呼气延长 呼吸延长 好多气都积在里面 头都吐不完 脏口 单坐 单坐个呼吸 不能躺着 躺下腿以后就呼吸更困难了 脏口 抬肩 脏口 呼吸 眼睛头去 那是典型的回胀 回胀 这个是没有办法 你说不跟他气管切开 再跟他切开都不行 他回泡不起作用 回的功能减弱了 他气力 他不能够收缩 都蓬大了 收不拢来了 没有弹性收回来 所以常见于回胀 小病 这种情况 强度的改变 呼吸运动增强 还是减弱 这些 实际上 我们前面讲到的 这些 内容 有好多是蜥蜴的 过去终于不讲这些内容 但是这些内容 为什么要讲呢 这些内容讲的 实际上是为我们 编针有好处 编针有好处 整病有好处 如果是吸气强弱 呼吸很急抽 很快 颇臭 那多半是 惹血 惹了以后 膜也调得快 呼吸也加快 呼吸的运动也很抽燥 很强 那是邪热 或者是里面有弹作 呼吸微弱 呼气都没有气 没有劲 很微弱 呼吸 胸式 呼吸都比较弱 那多半是回气虚 回的功能不重 回的功能不重 节力的改变 节力的改变 呼吸有暂停的现象 呼吸运动不整齐 不整齐 有时候快 有时候慢 甚至不动了 过去讲 西医讲 就是点头式的呼吸 这呼吸运动 这头跟着点 叹息式的呼吸 呼来一下 呼来一下 好像没有呼吸 没有呼吸 他又呼来一下 像这种叹息式的呼吸 等等 这都是一种 回气 衰竭的表现 虚衰的表现 回气快要节了 回气快要节了 这是望胸斜 第一个望外形 第二个望呼吸运动 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